Zither Harp 究竟针灸是什么死悦呢? 其实这些通常都是小说上的穿作父会 在针灸上很少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通常针灸的时候虽然没有死穴 但是有注意的事项 比如头、胸、腹这些地方都比较危险 这些地方都容易有肺和肠胃的地方 如果针到肺便容易有气胸的出现 所以针灸的时候都要注意 另外针灸的时候都要注意病人要吃饱 但是又不可以过饱又不可以过肌 令到气血都比较好 在状态之下接受治疗效果就会比较好 另外如果针对小朋友 我们就会建议不要在老顺都没生完的时候做针灸 不然就针到进入老顺的地方 这样就会有意外的发生 相对于老人家来说 老人家通常的气血都是比较虚弱的 所以针的数量可能要适当减少 而且要在一个舒适的体位 都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 另外一个最常见的意外可能是孕婦 可能怀孕了之后如果是有些脚痛 手痛他们都会做针灸 我们针这些地方的时候 都要注意不要针到一些重要的月位 例如合谷和三甘胶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月位 只要不要针到这些月位 它的险性都会相对减低 另外也要注意针灸不是慢能的 所以我们都要适当地去诊治 然后根据病人的体质 去决定他帮他做针灸 还是吃中药 去提供一个适当的治疗给病人 所以针灸就不担心有死亡的情况 只要我们医师可以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病人 其实针灸也是很安全的一个治疗 您好 今天想和大家讲的药材 就是银柴糊和夏草山银狐 银柴糊就是石竹科银柴糊的根 本身是微甘性微寒 主治的功效就是清虚烈和除甘烈 一般是用在治疗虚烈的发烧 和小而甘迹的疾病 而一般它的替代品就是石竹科 施石竹的根 即是我们日常所讲的夏草山银狐 本身它的味是金 而性就是微酷 它有凉血和清虚烈的作用 它和本身的银柴糊有什么分别呢? 最主要的分别就是 银柴糊有一个除甘烈的效果 而施石竹的夏草山银狐 是没有这个功效 两者我们看看之间的根和间别 这个银柴糊的根条是粗细均均均的 而表面就是黄中色 它的断面就是白色 而它的顶端有珍珠盆 而石竹科 施石竹的根 即是夏草山银狐 它的质地是比较坚实的 没有那么容易折断 而它的表面是没有那么平坦的 摸下去也有这个纹理状 而它的表皮就没有这个珍珠点 大家在临床上就要留意 正确的临床用药就是恒柴糊 大家就不要混乱两者之间的分别 就是这样的 空门通常都是因为 气不顺情绪受到抑压而影响 比如说被老闹闹完 那气就会顶住了 空门我们可以按其中一个鱼位 就是叫弹中鱼 又是要找到我们自己的鱼头 连线中间的空骨位置 就叫做弹中鱼 弹中为气海 是一些气的集中的地方 这个鱼位我们很难按很深入 我们配合一些揮发油 按摩油 最好就是一些薄荷味道的 芬芳味道的中药油 可以这样上下摩擦弹中鱼 大约一分钟左右 你又闻了一些揮发油 另外就是这个鱼位 可以有一个宽空的功效 你便会调气不太顶住 第二个月位 可以舒缓空门和情绪 就叫做太冲月 太冲月属于肝经的月位 在第一只脚趾和第二只脚趾的中间 后两寸左右 摸到一块骨 肉的中间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按下去 它有一个非常鸢的感觉 如果越痛的话 就代表你的情绪越多易闻 怎么按呢 就是可以由我们的身体 向着外面去按 向着脚趾尖的方向去按 这样可以舒缓肝经的不通肠 按多久呢 就是按大约三分钟左右 两只脚趾都可以按 因为我们太冲月有两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两边都可以按 按摩 不要动 不要动 点赚 方向 提起来 25米 6 2